活化,活化點錢,是嗎? 幫民藝工作者,幫這些老人 這個政府,活化點有錢人,真 化石政府,你相信他,真是活該 跟陳茂波有合作計劃 沒有質疑中,活化工廈 做大約一萬個光芳 光芳? 不是劏房,是比較好 關火 後來政府內部說 危險又多,程序很繁複 而且又要拆,又要改建 建議不做,就沒有了 我想這是會發工廈最大的失敗 政府自己說 但如果可以是最大的工程 是,現在他不再重新說 林鄭又重新說 因為她在2016年宣布不做會發工廈 現在她又說,我們也要活化工廈 可能要做一些過動性的房屋給別人 她將失敗的事,現在同身拿來做 因為這件事,由2009年開始 隨便說一說 隨便說一說 活化只是隨便說 隨便說,因為當時逼得很緊 其實人們想法是很簡單的 既然不夠地去做事 我們就用活化來做多些地 其實那裡是沒有概念的 只是做一些規劃 即是給了一些改例或指引 令到哪些人可以申請 即是哪些大廈可以申請 以及做甚麼 是沒有整體的佈局 你要整體的佈局才行 如果說危險 你有否覺得鵝頸橋會吃東西 有 整棟大廈,不是食肆,就是酒吧 由三樓到二十多樓 人們在外面吃火鍋 我一想,如果我先捉甚麼 只有一台升降機 而且你每個人都在那裡吃火鍋 你說危險 我覺得公廈應該沒有它那麼危險 公廈安全很多 因為你說到層意這麼高 又要幫我們找到地方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解決居住的問題 你怎可以隨便 發的意思是甚麼 另外的地方對香港人更有用 我們以前也做 所有公共的層意義都變成了 電廠就變成了大屋苑 李嘉誠最厲害的 買了全澳等兩等 補地價又變成了黃埔花園 又變成了… 鴨尼洲的叫甚麼大屋苑 鴨尼洲的叫做… 可以半島… 可以半島的中電 是 是 我們有這樣用 不過是他們的銀包而已 所以… 我們真的有用 把那些活化工廠… 活化工礦… 那個就是公銷 我的說法很簡單 是 如果你說逢不合例 就不批是對的 但你要告訴他們 你怎樣才能合理 你明白嗎?這個就是錯了 你自己的表演給自己看 如己如人 但真的在演出反而不行 才是好笑的 廣東話的俗語叫西南二百虎 看你怎樣死,看你怎樣陰乾 這個表演哪有為人民做事的政府 譬如你問我這兩件事 我死都不告訴你 不過總之你錯了 怎麼辦 我曾經跟他談過 他官員和很多我的同事就說 是,Mo、梁議員 其實我們已經把那些人的 做文化的藝術經營成本降低了 或者我們一小時候便宜了 我說文化不是便宜租的 文化是一個溫暖點 即是你要聚取一些有興趣的人 有空讓他喝杯咖啡 找一間表演場地 聚下腳… 這樣才行 公務員固然必須秉公做事 即是不可以A來找我便可以B 但他的問題是下程上達 所以位置出在哪裏 就是在常備那裏 局長是文責官員 常備在下程上達 我食環處被人不斷罵 我不知道怎樣執行 你要告訴局長 要求立法會議員改例 他要告訴政府 你現在條例過了時 或者落到地上貼地的時候 遇到很大的阻力 或者人們說做不到 其實一個施政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有甚麼意思 你發明了一個千年努力 沒有相對論之前 你用舊物學去處理世界 你怎會有一個新的方法 我覺得如果政府要執政的話 不單止你去告訴人民 哪一件事不應該做 你告訴人民 你做了甚麼便會取得到的權力 這是最重要的施政 否則跟壯軍和學理有甚麼分別 不要怒氣,先吸一口氧氣 關種墨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